家屬感謝各位 是很突然 當然是很突然 一時間就這樣子 是很意外 她身體一直是很壯的 然後本身個子又很高 所以我後來知道 她是這樣子的狀況 我還滿震驚的 王建民告別世衛健八年女友 情媚蓬豆手紅開露臉致意 一人王建民 星期好晚上因肺腺癌四期病逝 享年五十六歲 經在台北市第二殯儀館 舉辦告別式 有親妹妹彭豆 至於交往八年女友則沒現身 熱心公益 參與所有的時尚活動 其實在後來她勝利了 也都還想著要捐贈器官 帶人間 同時至親的汪建民妹妹 難言憂傷情緒 儀式結束後向媒體致意 家屬感謝各位 家屬場外能看到凱樂 Ella送上的花籃 王建民圈內的好友們 也輪流到場致意 我跟她是球隊啦 好多年的球隊 我們都是明星棒球隊的隊員 最後一次見到她的話 她也就是在我 在中央東路一間餐廳碰到面 那個時候她還健健康康的 這很突然 當然是很突然 本來她的身體都很壯碎的 一時間就這樣子 是很意外 我對她的印象就是 她的身體很好 個子跟我差不多 她基本上在生活上 大概都蠻講究的 像我平常跟她拍戲或接觸 她的頭髮總是縮得整整齊齊的 然後我有仔細看她的身上的穿著 不管是襯衫 皮帶 還有鞋子 好像都還蠻講究的一些牌子 然後穿起來都蠻有品味 之前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子 上次見面大概幾個月前吧 不是見面 是通話 通電話 因為我們其實 我是後來看了媒體才知道 她後面有負債的這一段 其實她開始出現負債 她就沒有找過 就比如說很多的朋友都會說 被她調過錢啊什麼的 你知道嗎 她從來沒有跟我講過這個事情 但那時候知道她的身體健康狀況嗎 唉 其實知道的時候都已經是 最近這一陣子的新聞 我們就是從年輕 年輕認識到現在 我跟她拍第一部戲認識了嘛 我們剛好那個戲剛好也在重播 你們可以看到她以前 就剛入行的時候 還有演鐵頭說她身體 一直是很壯的 然後本身個子又很高 然後又不抽菸不喝酒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什麼局她都會出現 你任何玩樂局她都會出現 但是她不抽菸不喝酒 所以我後來知道 她是這樣子的狀況 我還蠻震驚的